将喷凤枪打击人的肚子会怎样 这个女人被当成了实验品 随着开关的启动 大量的封变喷涌而出 而女人的肚子也越沉越大 眼看就要装不下了 至今她的身体开始来急剧膨胀 每一会儿肚子就被炸开 大烈的排泄物捧射到了观众席上 观众的情绪瞬间被点燃 节目也进入了更刺激的环节 至今却毛刺着臂固定 小丑拿出一根树枝擦击了绝毛的鼻孔 紧接着又拿出一根 将另一个鼻孔也给躲了起来 可是还没完 她又将一根胡萝卜塞进了绝毛的嘴里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一匹肘马被牵了过来 开始围着绝毛转圈 而饥饿的肘马很快就盯上了绝毛脸上的食物 一口吃了个干净 随后就是踩大环节 此时的住宿牵了马儿又开始转圈 突然马儿一个踢腿 绝毛的胳膊被提出了一个窟窿 而这只是开胃菜 下一秒 暴躁的肘马开始推向了绝毛的脑袋 无助躲藏的绝毛被一脚直接抱头 点赞 观众更是振臂高呼 接下来 小丑更是带领观众准备现场树裂 面对淘宝的猎物 他们对着车子就开枪射击 可似乎效果不佳 车子超着他们就转了过来 后面这个傻子被直接钻死 等长毛过去查看时 发现车子里面根本没人 他们被骗了 继续树裂 很快 变态门就发现了猎物 有人刚想关上门 就被一枪打穿右手 他赶紧跑了出去 可变态门并不着急 没跑到远 女人就踩到陷阱 倒到了地上 这下眼睛额壳有福了 这些他拿起电状 朝着女人就切磕了下去 女人的左腿没了 只能向前爬行 这时小丑举起了枪 女人被一枪抱头 最后只剩下小美逃了出来 可他还没跑几步 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拔开一看 是地雷 这小王当啊 更避碎的是 一只老鼠朝他跑了过来 对着地雷就挖了起来 紧接着又钻进了小美的裤裆 出镜下的他 罗克拉脚掌 女人被炸粉碎 全场结束